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o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当小刚我看到最近这个SECOL进攻最新推出的1968年 首款SECOL 5Sport万表的复刻作品的时候 老实说我感到是很兴奋的 毕竟这个5号系列SECOL 5Sport进攻5号 对于进攻而言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很多人曾经在生活当中的某个时刻 一定是与他见过面的 这个系列更是被广泛的认为是机械表的入坑之权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玩机械表 一定有接触过SECOL 5Sport甚至有听过的 他可以说是将无数人引入到机械之表的世界当中 所以现在看来以周年纪念为主题 去重现这个系列的根源之所在 真的是再浪漫不过的一个致敬的方式 为什么会叫1968复刻致敬SACOL 5Sport呢 因为确实SACOL 5Sport这个系列 确实是问世于在1968年当时 他为全球万表的爱好者 带来了可靠耐用的机械手表 如今SACOL 5Sport系列 以复刻1968年的首款原作作为全新的限量版 只不过有一点是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限量的数量还是做的挺多的 如果能减少他限量版的数量 我会觉得他是更有他的这个卖点 那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表盘 他对这个SACOL 5的这个logo 12点这边这个中间中央的这个logo 他是用了这个就是好几年前 还没有改款的那个旧的这个5的 这个5号的这个5的这个数字的这个logo 整个表径的是在39.5mm左右的 他是做的 所以整个表戴上手上呢 还是非常有那一种旧表 那种老表的那种感觉 不会说他以复刻的方式 不过他那个尺寸做的特大嘛 那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那再来就是搭配的这一条钢带 哇真的是很有那种老表的这个味道 因为你目前来讲 现在我确实很少看到 还有用这样子的钢带 所以整体来讲 他这个复刻的这个 这个味道是做的还是蛮到位的 这一点我个人也是挺喜欢 那再来就是机芯的部分 当然以前的这个入门的这种 SACOL 5Sport 大家也知道了 一直都是用了这个7S的 这个入门的机芯 这个7S的机芯也是用了好几十年 他是没有的手动上链的 你买那以前的老的进攻 你要去摇晃它 就让它去跑的 对不对 那现在不用了 他虽然是复刻 当然他也不会给回你7S的机芯 对不对 他已经用了这个 比较好的一点的这个4R系列的这个机芯 有的这个手动上链 那我们下期见 我是小刚 拜拜